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 昨天会见前首相马哈迪 并签署支持由马哈迪发起的马来人宣言 要马来人放弃政治分歧 团结一致 拯救马来人 自首相安华的团结政府上台以来 马哈迪和在野的国盟 就一直不断挑起所谓的 马来人权益被剥削 马来人失去政治权利等等的课题 攻击安华和他所领导的团结政府 说他们忽略了马来人 企图在马来社群当中掀起不满的情绪 现在哈迪阿旺到马哈迪的住家 签署这份马来人宣言 再延马来右翼势力大联盟 似乎已经成行 我们先说说这份马来人宣言 它是一个涵盖12个要点的文件 由马哈迪亲自撰写 里头声称 马来人不曾掌握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 并且现在更失去了政治权利 所以只有通过凝聚所有马来人的力量 才能够夺回马来人的权益 本来马哈迪是希望在3月19号 召开马来人宣言大会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租不到场地被迫取消 马哈迪也曾经因为这件事炮轰安华 说是安华从中作梗 后来他就发布了这份马来人宣言 而昨天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就带领一众的伊斯兰党领袖 一起签署了这份宣言 根据马哈迪的助理阿布巴卡 今天在《灭子书》发布的照片 哈迪阿旺和其他的伊斯兰党领袖 包括登州大臣阿莫·三苏里 伊斯兰党总秘书达基尤丁 伊斯兰党万劫国会议员沙西尔 一起在马哈迪面前签署了这份宣言 之后马来人宣言大会的《灭子书》主页 就发布了一段签署宣言的视频 哈迪阿旺在现场就说 这个宣言符合伊斯兰原则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也驳斥马来人宣言 充斥着种族主义的说法 他讲调马来西亚独立几十年来 不曾边缘化其他族群 但现实中大家也必须接受 马来人始终是这个国家的土著 而且还占了多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